这个班当中 我其中提高了一部分当中 与这个蟹脾鞋血有很大关系 可能有可能一线就提高了 食人大部当中的功能 昨天我讲了什么 氧化器 那么阴成型 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理念 尽管有大家要明白 我们所有成型的病变 所有变形的病变 都是阳气不足 阴血过重 这个理念当中 大家记住 我们的食人大部当中 对于这些病症 它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你们想 在我们的食人大部当中 本身就是培土生金 那么基因是什么 肾之母 肾阳得到补充之后 咱们所有人扎下这个针 几乎人人都有个感觉 热乎乎的里边 没有几个 哎呀怎么可能里边更凉了 没有几个 甚至于含肌生热 那个含可能都是热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 扎这个的时候 去含血 含血 我们其实 实际大部 大家看 就按我们这个来看 心 肝 痞 肾 肾 肾 本身叫培土生金就是肺 那么再加上我们 蟹 痞 痞 这个蟹 现在加上了 那么人生里的健康 只日可待 它尤其适合那些老年的人群 为什么呢 年轻人更 井上添花 身体的邪气一条 更棒 但是老年人 多年了 就像汽车一样 你得给人修理修理了 你得给人加下油了 你得给人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作为一个修整 那么咱们在这个当中 利用我们 静止留真术当中 它身体当中 所谓的阴阳 各个脏器都有自己的 阴阳的一个规定 心 肝 脾 肺 肾 那么所有的东西 都是需要调节阴阳的 那么临床当中 我们这个准确的位置 代表对他们所有的 这些脏器的平衡阴阳 我告诉大家 不是一般的强 而且在舒适的 寻作当中 尤其老年人扎上 它可以呼呼大睡的 就在它呼呼大睡当中 脏器得到一个 直接的阴阳平衡的调整 本身就是无土居中 在这个当中 我们起的作用就是 排土生金 那么这个金气一旦产生 废气的充足 它代表了做之一 不仅仅是塑降 全身的吸引塑降 它推动血液一行啊 促进了全身的气血循环 所以大家想一想 各个脏器得到 阴阳的平衡的同时 气血又将成畅通 由于我们扎这个针 所以我们把它命为 万能针的同时 大家记住 孝顺针是 感谢观看